上寶 三寶 加持恩 夏季第一苦 翁阿虎 夏季惡鬼苦 翁阿虎 夏季所有動物苦 翁阿虎 回向所有流產胎兒 死亡兒童 回向個人累劫累事 冤親在主 翁阿虎 回向所有病苦者 業障者 同享功德 若有見聞者 吸發菩提心 盡此以報生 同生極樂果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寶濟如來 南無藥師如來 好 打開生命電視台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呈現出來 把愛慈悲平等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海陀發書 百貫災害 火星 點燈 強水 油鏡 咖 甘露時時發揮 連路電話 空梨 梨窮一起白白五五 三月直到禮拜五 新變月公定日 生行和後行先一葉月 再起八點半 班教比完工等 禮拜主比三月最慘 連路電話 空梨 梨窮五一 空三五五 三月直到禮拜六 念魯仙阿佛 第四季菩薩 七哉獨桌一千狗 新變月公定日 生行和後行先一葉月 再起八點半 班教比完工等 巴官宅家和雙窮 寧梨公七佛 本來 公得金 連路電話 空梨 梨窮五一 空三五五 三月在日 禮拜日 再去八点半 帮到彼岸江藤 百官在岗 加共上 有数流离公七佛 本丸公的金 连路定位 抗离 离救五乙 抗三五五 警察十方台地 拥有整奥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 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宝王慈悲开始 中贵的大宝宝王 我们生命电视台 已经进入第二十年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新的规划 在这一点 也能请法王慈悲 为生命电视台 做一些指示 或是未来的方向 是 我觉得生命电视台 做了很多就是 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 尤其是 传播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还有呢 就是 透过这样的教育 人们呢 就更加的珍惜 自己的生命 也同时 更加的珍惜 别人的生命 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生命是 就是相互依存的 没有一个生命是 它是独自可以生存的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我觉得 生命电视台呢 做了很多 对生命的 就是贡献 对所有生命的 不只是人类啊 对所有众生 所有的生命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就是所以呢 我 切这个机会呢 就是 感谢 就是我们 感谢我们的这个 海淘法师 为主的 所有的生命的团队 对生命的这些 发心菩萨们 非常的就是随喜赞叹 当然呢 我觉得这个佛教呢 其实它是 可能不算是一个宗教啊 因为一般的宗教呢 大部分他们会提倡 这个信仰啊 但是呢 这个佛教呢 当然 我们佛教的 佛教徒需要具备信仰 这是当然是 不用说 但是最重要 佛法讲究的是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智慧 这个分辨善恶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 然后呢 我们能够可以 从这样的一个 无明的黑暗当中脱离 能够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光明 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呢 世界的未来 未来呢 更有就是 更有光明啊 更有就是 是更有希望 所以 可能这个佛法呢 可能用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 用现代的语言 来讲说 这个佛法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 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 无论是 他是不是佛教徒 也不是宗教信仰者 他也可以接受 这样佛法的教育 这样的一个慈悲的教育 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 对弘扬佛法也好 最重要就想是 世界和平 然后呢 就是 创造这样的一个 这个美好的将来 我觉得 这个是 最基本的吧 对 现在新的一年来了 旧的一年 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每一个修行者 都很希望 得到一个加持 一个祈祷 所以 能不能请慈悲的保安 也透过生命电视台 跟大家 说是新年的 祈愿祝福 当然 我在 就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 管道 或者透过这样的一个 渠道 我就是说 让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 所有的人 然后呢 我就是 献上我最 最真诚的 这样的一个新年的祝福 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一切 一切 吉祥 当然呢 我们 就是 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年 都会有很多的变化 可能我们的生命呢 就是 可能 都在变化当中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这样的一个无常的变化呢 我觉得它 给予我们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 我们早上做得不好 我们下午有机会 可以就是有点 可以说感谢归正 也可以就是 你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 所以呢 你也不一定要 一直停留在你的 记忆当中 或者你的记忆里面 你可以走出 你的这样的一种记忆 然后呢 可以重新做人 或者重新创造 自己的未来 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前途 所以希望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可以找到 自己的一个新的生命 跟新的前途 再来 慈悲 不是属于 藏传佛教的专利 这是我们法王 在德国演讲的重点 现在世界 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人心的问题 我也曾经讲 港马巴 是属于世界的 不是印度的 也不是光藏人的 所以 我们很想要知道 我们 尊贵的法王 对将来的世界 或者在红法 有什么样的心愿 或规划 其实我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 太多规划的 那种伟人 就那些厉害的人 他们就可能 有很多的规划 或者很多的这种 梦想 但是我这样的人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规划 跟梦想 当然 大家都希望 就是这也不是什么 就是我的特质 可能大家都希望 将来是美好的 所以我也同样的希望 将来是美好的 那当然我此生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法王的这样的一个名号 我内心深处 我自己是了解的 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责任 但是呢 我尽可能的把它当作是一种服务社会的 服务这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所以呢 尽可能的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呢 就是 现在呢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呢 我是不太容易就是到处 到处去啊 到处就是弘法 这可能是现阶段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以后可能慢慢会有些改变 可能将来如果能可以到处走啊 到处去 可以说是到处去讲一些话 或者就讲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样子的话呢 希望了 自己希望了 可能不只是说 我一个人 也做不出什么事情 但是可能大家同心协力啊 大家互相互相帮助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也会做出一些 就是做出一些对世界的和平 这个弘扬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 可能会有做出一些贡献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 都不断地齐请三宝加持 因为我们慈悲的宝啊 能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也让这些地方 这些国家都得到一个大悲心的加持 那我们都说 干嘛吧就代表大悲心的一个圆满 那能不能请方 因为有些人认为说 我很慈悲啊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慈悲啊 到底慈悲应该怎么样的去实践 还是比较圆满 我觉得慈悲这个 当然大家都可能喜欢说 我或者比较喜欢这个名词 因为听起来 光只是听起来就有一点希望啊 有一点温暖 但是呢 光是说慈悲是不够的 比如说我们祈祷的时候啊 愿众生离苦得乐 这样的一个发愿 仅只是这样的一个发愿跟这样的一个就是祈愿是不够的 没有诚心 没有诚心 没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心 你可能要想啊 不是说只是你就是做个祈祷 愿众生一苦得 而是你要付出一点 你的身口意 实际的把它付出 付贤 奉献 为了众生 为能够 众生得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近的快乐 你自己要付点 就是心血 付出一件心血 可以说了 就是负一点责任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慈悲心 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我们缺少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颗就是所谓责任性 或者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心 付出的心 没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心 我们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菩萨 菩萨是什么 菩萨就是他就承担 一个菩萨他自己承担拯救众生 拯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重担 这就是菩萨的伟大之处 他的就是这个 他的力量 就是这样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要说付出的心 这样的一个责任感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这方面 可能去多注意 还有现在很多华人 特别我们汉人 对我们法王特别有信心 是 那华王能不能对这些华人汉人在学佛和修秘呢 给他们一些好的开始 当然这个大宝反王跟这个汉人 就是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姻缘呢 可能也不只是说近几年才有的 可能就早在六百多年前 第五世法王被这个永乐皇帝迎请到南京的时候 那时候呢 就是可能汉人的第一次接触藏坟佛教吧 我觉得广泛的 不只是说在皇宫里面 皇室贵族 可能在民间里面 也广大的就接受这个藏坟佛教 所以我觉得从那开始就有这样的渊源啊 当然 所以呢 当然我觉得 说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也是 通常我们说藏传佛教是一个密教 其实藏传佛教里面有不同的修行 不只是说密教的修行 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大乘的修行 也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升文乘的 所谓的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乘的 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佛法的这样的修行 所以呢 学藏传佛教不一定要学习这个密教 这可能就是要看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接触藏传佛教也不一定要真的要接触藏密 这是一个重点 那另外一个重点呢 我觉得藏传佛教呢 几千年来 可能是说也不能说几千年啊 可能就一千多年里面呢 就是对这个佛法的文思修方面呢 他们就是很投入 几乎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就是奉献在这样的一个文思修的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 试验里面 所以呢 藏传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很有怎么说 系统的这样一个文思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或者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禅修的修行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我觉得对这个我们汉泉佛教也好 对其他的这个佛教的传承都有帮助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呢 对所有的这些这个佛教徒 可能他们对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就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这是一个我的一种一种想法 对 那一般来讲 我们藏传佛教比较重论 是 关修 闭关 是 所以因为长期以来 所以他很多时间 他必须要闭关要关修 那汉传佛教的喜欢修福报 他喜欢读经 然后就很明显的就变成 汉传佛教的修福报比较大 藏传佛教的关修福报比较少 但是保皇是不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想要成佛 他就必须要显密得修 经论还是说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怎么样做可以让双方都接受 我觉得 可能这个很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一定是说这个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了 我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也接触了一点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些法脉 也没有真的实修或者怎么样 但是只是技术一些 所以这样看的时候我觉得 可能如果真的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圆满的成就 那他得到的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果报上很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那他的因基础上他也是需要圆满的 所以贤密还有三乘的修行都要具备 都要圆满才能成佛才能成就 我们说佛是偏知的 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那当然就是他也这个也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说 无缘无故就变成无所不能无所无所不知 他有就是说无量解 但是在修行在清净罪业 累积资粮这样的情况之下慢慢修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广阔的心 凡事它是佛法的 我们可能尽量的去学习 尽量的去接触 当然有些东西太多 可能就有些东西我们今生没有办法接触 或者现在没有能力接触 但是我们也要发愿说未来也可以接触 所以凡事对众生有利益的 他可能也不是说真正的真正的就是比如说真正的佛法 比如说做做饭菜啊就是打扫啊这些可能对众生也有利益啊 也不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法 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要我们要去学习 我们要去为了为了利益众生 我们要去通修 我们就什么都学 什么都要 就是说通俏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得到圆满的正觉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应该是要学习所有的这些佛法 所有的这些 反正就是万法 他要接受万法 那当然就是他要接受这些佛法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 很想真实建立一个叫显密佛学院 或者汉藏佛学院 能够让汉人跟藏人或是显密 他们能够一起培养 那法王对 这个有没有什么建 佛法是拯救因缘 然后我觉得有说因缘时机未到 我们也就是故意弄一些事情 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成果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慢慢的去接触 慢慢的去就是说做一些 怎么说 彼此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交流 慢慢的去交流 慢慢的去认识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问题都是 彼此不认识 不认识 彼此不了解 然后呢 你在那边想 他们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边想 他们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其实我们 我们在我们是很无名的 因为无名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就就会有很多的就是疑惑啊 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所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多接触啊 多交流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今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嗯 嗯 嗯 汉传的这样的一个法师接触 比如说海淘法师这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将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 反正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 我们也都是 同样是佛教徒 同样是佛法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不能分的就是说 就是说分别性太大的话呢 我有一个比喻啊 我通常都跟大家说 比如说佛陀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个 就是佛法的就是纯净的这样的一个法轮 但是我们把它分成就是不同的 怎么说 比如说啊 什么这个法轮 我们有些人说这个属于我的 就把一个佛法 就是这个法轮的一部某一部分 我们拿走了 那另外一个人说这个是属于我们的 拿走了 那最后呢 就变成这个法轮就是 就是不完整的分裂的 这个整体的佛教呢 就分裂了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就太有分别 心说啊 这个是属于我的 我是这个法脉的 我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是不好的 而且佛陀在经典里面他说 他的佛法是外道是灭不掉的 只有里面的比丘啊 这些出家众灵灭内斗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这个佛法毁灭 所以呢 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希望说 虽然我们很难成为这样一个佛法的持有者 但是我们也就是 至少不会变成灭佛者 所以我觉得 至少我们 大家都心里 可能要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政治正念 常常都要牢记灾心的 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刚刚 法王提到了 现在外道 或是佛教的出家人法 会破坏内部 现在很多信徒很可怜 他没有分辨的能力 是是是 反而这些外道的 认为邪士 他信徒特别多 是是是 那法王对这一点 但是他是 他是用法王的名字 用仁波切 用什么 是是 弄的信徒很可怜 是是 在在台湾也好 其他的就是在 都南亚的 我们的就是 有 嗯 很多人可能对 藏传佛教有一些看法 但这些看法 当然有些我们 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些人 他们的就是说 行为举止不好 而造成 造成 那有些事情呢 有些人可能就假装这个 藏传佛教啊 他们就可能在 可以说怎么说啊 他们在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其实我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事情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个呢就是 这个非常难解释啊 就就非常 就是 嗯 我觉得 这个 大家可能 这个 求法的这样的发心 是 好像 不对的 所以 才会 医治一些 可能 不正确的 因为 因为 佛法 它不是 专门治病的 或者它是 专门就是 就是让你发财的 或者专门让你就是 可能 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考试成绩的 就是怎么样 佛法 当然 佛法 会带来 就是无尽的这样的一个福报 跟这样的一个幸福 但是 佛教在这儿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啊 最终的目的是 我们要 就是 调整自心 我们的 对治烦闹 我们变成 呃 我们能够慢慢的变成一个 很有慈悲的人 很有爱心的人 然后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 很多人 他的求 求法的这样的发心 可能不是这样 他可能就是生病啊 就是 这个佛 菩萨保佑啊 怎么怎么样 有人能治病他 治他的病 那就说 佛爷的 菩萨的 我觉得当然治病是很好了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 如果只是 一般的我们世间上的这样的一个 求财啊 治病啊 我们就是说四圣地 我们要了解这些痛苦的根源 怎么去断除痛苦 那痛苦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烦恼业力 那我们要断除烦恼 面对烦恼 我觉得这些是佛法的主要的精髓 所以大家可能对求法的这样的心 好像不正确 这个一不正确的时候 就会你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刚刚法王有看到生病的人很多 他们不得不求 真的生病的人很多 一些成为世界问题 所以法王慈悲 对这些独居的老人 或者正在生病的人 他应该如何这样来观修 或者是超越 比如说像中国老年画很厉害啊 所以有个很多这样的 很多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我觉得这方面呢 应该是说 比如说我小时候我有一个我的外婆 可以说外婆我当母亲的母亲 对外婆 外婆是一个瞎子 可以说眼睛看不见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 他就天天在念这六字大明咒 因为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佛法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也好 这样的一个帮助之下呢 他可以想得看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都有同样的情况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 嗯 一方面呢 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 呃 这个情况或者社会的那个问题要解决啊 这不是光是靠佛法是没办法啊 呃 所以就是内心上的这样的一个快乐跟幸福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一直就靠这些钱财或者物质的这样的条件来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幸福和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呢 呃 大家可能要创造内心的健康 内心的快乐 内心的幸福 这是非常快 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叫有情皆苦 现在女人学佛特别多 都是因为感情很痛苦 那法王慈悲为这些重感情的女人 或是认为感情是生命的女人 给他们开始 是 当然我对我对这个感情啊 不是很了解的 可能就是 自己觉得了解 可能 别人看起来不了解啊 嗯 所以呢 每个人对这个感情的认知 或者感情的这样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以佛法的观念来说的话呢 这样的爱 它不是占有的 它是有一点是解放的 它是就是开放的 嗯 当你有太多的执着的时候呢 这样的爱呢 我觉得常常都会给你很多的痛苦 跟不愉快 所以呢 那爱心 当然它是 当然有 它有一点是可能就是说 嗯 当然有一些占有的 但是 但是它 其实 慢慢我们要把它就变成一种真正的爱 每一个人不是说 嗯 就是 刚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大爱 但是我们可以训练啊 我们可以就是说变得 因为我们都 想要幸福 想要快乐 这快乐幸福 也不只是说 就这个这种事情呢 可能就是说很多的因缘 不只是说自身的啊 才能快乐 所以呢 嗯 有时候呢 嗯 自己的期望很高啊 或者执着很大的时候呢 这事情变就是事情变变不好的时候就可能是你的痛苦就会越多了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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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就越重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可能就要 要练习 试着去练习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 是是 很多父母很爱小孩子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子 我们佛教是一个生命教育 然后 法王能不能慈悲 站在佛法律上 父母如何把小孩子教育 只有一个小孩的 他可能 他成长可能有时候不健康 因为 要么那就是太疼爱了 他可能就是 有点像是 嗯 有时候说可以说宠坏了吧 有时候他可能就他可能比较幸福 或者 父母亲对他的希望也挺大的 只有一个孩子 他的压力比较大 他的压力比较大 有各种情况嘛 所以呢 我觉得 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就是说 不能太压惑吧 可能就是说 要非常 自由 但是有 但是有 但有 但有 很有这个 就是说 启 启发性 吧 这样的一个 情况之下成长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就需要 父母亲 光只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疼爱 或者 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 要求 自己的子孙 就是子孙 自己的孩子 这样 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最正确的 现在的人 追求欲望 物易都很满足 但是不会处理 人际关系 所以有很多 家庭悲剧 是是是 那 反而在这个有没有什么 开始 人际关系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 不再是他有多少他读过大学 也不再是说他可能就是运气都好 也不再说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太多的怎么说啊 能力 有时候可能 大部分都是靠这个人际关系啊 人与人之间 他有没有搞好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搞不好 那就算是他很有才华的 或者很有运气的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还是会最终是一种悲剧 他的人生就成为一个悲剧 所以 我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呢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佛法里面也讲究这个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也不是说你想要利益众生就可以 可以利益众生的 需要具备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力量 内在或者外在的力量 我们说六波罗蜜 需要具备智慧啊 忍辱啊 或者沉定啊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能力 你具备这些能力的时候呢 你对这个众生的关系 就会 可以搞得很好 很圆满 然后这样子可以利益众生 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吧 我们要具备一这个六波罗蜜这样的一个修行来这个调整我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我觉得 有钱可以做很多事 是 所以很多在家人说那我们好好赚钱来扶持佛教 那宝王对这些在家人如何求得正财 是 我还不知道佛教有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问我啊 说他们想要利益众生 因为利益众生所以要发财 为了什么 对佛法要做想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要希望变成有势力的人 我觉得这也不一定 啊 也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变成有钱 也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变成有势力的人 这是不实际 二来呢 就算你变成是有势力的人 当你变成有势力的时候 你可能早就忘记 想要做那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选举 你选举的时候 你选举的时候 他们要就是说那些 嗯 怎么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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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说我会做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啊 啊 真的真正 选完去 登上这个 网位 他们就忘记了 最重要的我们把这个身口意 当然我们现在的身口意是 嗯 好像 没有什么用处 没有太多用处 对对 利益众生方面没有太多用处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身口意 上面呢 就建立更多的功德 更更多有能力 可以利益众生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有这样子的话呢 你多多少少给我啊 啊 你也不用等到什么变成有钱才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还有我们 汉人一般喜欢拜观音菩萨 所以有时候法王会说 哎你们多修观音法门 那法王能不能跟我们说 哎 各位汉人怎么修观音法门是比较快的 观世音的法门 嗯 我觉得观世音 是代表诸佛的慈悲 那修观世音法门 等于是修这个慈悲 所以呢 你修观音的法门 你的慈悲心 有些就是进步 那就可能是说我们去观音法门修得很好 如果你在修观音的法门 但是你的慈悲心好像退转 越来越小 嗯 那就那个是 不好的诈头 所以呢 观音的法门 你修观音的法门 不只是说念念咒啊 或者念一念什么 普门评啊 或者 这个信经啊 这样子 光是念经 光是念咒 光是就是礼拜 是不够的 我们也真正要发起慈悲心 对众生的这样的一个难忍的慈悲心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可以 我们可以真正的成就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果位 或者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还有佛教最重要的是空性 那么保安能们告诉我们日常生活 或是特别在家人 他怎么样可以比较接近修空性 嗯 空性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 最接近的就是 没有一个生命 没有一个物质 是独自生存的 就是他相互依存的嘛 因为他是相互依存 那就是说他个体是不实在的啊 可能就是他一个真正不实在的 但是因缘和合的条件之下呢 就会有一些就是有这个起作用 虽然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些因缘的条件的话 就算我们觉得啊 我有我的存在 但是没有这些因缘条件的话 哪里有我的存在 所以呢 我们无论是我们吃的饭 或者喝的水 或者穿的衣服 都是其他的生命所所给予我们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都就是说得到 这个生命的恩惠是吧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尊重所有的生命 啊 也就是说 你跟我之间没有什么 没有我们所想象的 有这样的差别啊 这么大的差别 我的距离 我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就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可能要更加的看开啊 更加的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就说哦 原来是 大家都是在 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家庭 一个就是生命体 所以大家都可以彼此都要珍惜 彼此都要互相帮助 互相的关心 这样才是对的 好 好 好 人灯共佛 骗照还与众生 破除无名于痴 台湾染灯功德会 自2014年9月成立迄今 秉持佛恩法教 集结重力不分足我 以实际的救护行动广行善法 救助当下受苦的弱势族群 成立初期 尼泊尔发生强达7.9级的大地震 为了救援及安置近千百万计 无家可归的灾民 染灯功德会 也透过海外救援 捐助全兆式牛津布帐篷等方式 协助安置灾民 免于风霜雨露之苦 除了着手关怀兼有及弱势族群外 台湾染灯功德会 也先以多一份述食 少一份杀业的慈悲理念 推广免费素食爱心便当 在海淘法式慈悲置业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方 陆续群起响应 与每月初一 十五等重要灾日 以免费素食爱心便当 随缘应证之外 也先后于苗栗弘法禅院 以兰三星大北观音道场 新竹浦原福道院 及台南中心 屏东中心等地 每周五日持续提供免费素食 广洁善缘的慈悲行动 截至目前为止 在全台各地慈悲占主的 发心护持之下 所接远的爱心便当 已超过十数万个 而且数量仍在持续扩增当中 此外在平同助学 与营养午餐的助学专案中 目前来自全台各地 中小学的持续辅助个案 包括来自台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等地 更与老病关怀 及弱势关怀证主方面 默默行善 而苗栗弘法禅院 宜兰三星大北观音道场 新竹火源佛道院等地 除了每日供灯屋常态的 点灯祈福之外 更与每月初一十五 及重要节庆法会 持续为广大众生 与佛前点完灯 供完水 祈愿隆天护佑 世界风调雨盛 寻生和乐 孝哉免难 平安吉祥 再次感恩各位 慈悲斋主的发心护持 及十方善心 对台湾燃灯功德会的多方协助与支持 您的每一份善款与爱心 台湾燃灯功德会 将持续透过海淘法师慈悲之夜的各地据点 以实际行动服若行善 在生命最幽暗的角落 燃菩提灯救终生苦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账号50323858 50323858 护明台湾燃灯功德会 生命电视台南麻豆护生园区 举办公送药师金 点万灯 供万水 护生 寄妙玉云烟供法会 恭请占有法师领众 日期3月6号星期二 下午一点半 地点台南麻豆护生园区 地址台南市麻豆区安夜里80-1号 点了电话 06-571-9119 06-571-9119 生命电视屏东东港中心 举办公送药师金 祭礼拜药师佛十二大院法会 恭请占有法师领众 日期3月8号星期四 晚上六点半 地点屏东东港中心 地址屏东县东港镇新圣礼光复路 二段五号 连的电话 08-832-3727 08-832-3727 春阳普照大悲净土 环山郁郁冲冲 佛塔庄严高耸 为迎接新的一年 并祝导社会安乐祥和 生命电视苗栗红法院 近期举办盛大的 岁末团圆点灯 供水护生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生命电视台台长 海涛法师慈悲诗法 吸引苗栗地区的菩萨大德门 踊跃共享圣据 法会开始前 善信门手持清香 在阴暈香气中 招请过往清竹 有缘众生同灵圣会 同瞻法意 并点亮斩斩油灯 异翼火光 灰映成美丽灯海 迷向无边陈叉 照耀十方法界 温暖一切寒事 万杯净水 前程供奉于诸佛前 将身与义三叶的一切 尘够敌处清静 更有信众诱绕于佛塔 祈愿众生皆能养仗佛恩 永托三图 现场洋溢一片 庄严相合 在清脆的泛生中 义工代表 踏着稳健的步伐 前程的敬献种种香花图果 蒸修佳肴等圣庙实供 供养传承上师 诸佛菩萨 降临法言 放光加持 最后海陶法师 为大众慈悲开示 那想尽办法 各位要让别人也觉悟 因为你了解了 那你了解没有用啊 众生如果不了解 你给你学会 我们老婆老婆没学会 有效啊 没效啊 没效啊 北部学会 那学会比较有艺术啊 北部离寇 我们离寇比较有艺术啊 所以我想各位呢 我们自己了解这个道理 想尽办法 今年过年到了 亲戚朋友 为如啊 改恭维啊 你想办法要把这个道理 告诉对方 很简单的道理 再背一次 自私就痛苦 慈悲才是快乐 所以经常去帮助别人嘛 因为帮助别人就圆满自己 为什么 念一下 别人就是自己 各位才记得很久 我们现在有我像人像 你是你我是我 很痛苦的呢 我们所有众生 都是合为一体的 佛性是无有分别的 只是呢 这个佛性在你那边有 在我这边也有 我骂你就是骂自己 我帮你就是帮自己 所以唯有帮助众生 才可以完成自我 菩萨了解这个道理 不慈悲 自己就很痛苦 就像念一下 母子连心 母子一体 做老母的 只有怀孕儿子 怀孕儿子 怀孕儿子 怀孕儿子快乐 老母就快乐了 因为呢 女儿女儿是老母的心头吧 所以 那各位要修行也是如此 众生就是自己 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伤害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要我们 体悟到这个 没有分别的世代 万法没有分别 空性 没有分别 产生的就是大慈大悲 众人跟随着法师的引导 修持替身多玛等 殊胜师师仪轨 广会六道 普师甘露妙食 最后 在正正范营中 大众将法会之 所行功德 回向给世界 云云众生 祈愿佛陀智慧 广直心田 善根日渐增长 共振 菩提圣道 生命电视 苗栗采访报道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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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